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永佳乐新闻 我是你政协 为了加强在地服务精神 本台特别推出的服务专线 电话是66358890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新闻首先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争取国民党提名的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 特别来到了领口 获得了市议员蔡淑军 地方里长跟乡亲们的热烈欢迎 而侯友宜除了向乡亲报告过去的政绩之外 同时也针对现场所有民众的问题一一回复 争取国民党提名的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 来到领口参访 与议员蔡淑军领口区17位里长 及400位乡亲热情互动 她并细数在过去副市长任内政绩 强调领口不仅是宜居之城 更要放眼国际 让更多产业进入领口 今天呢就和侯富了办了一场 就是铁汉楼勤和淑军阿姨 然后与乡亲有约的一个相见欢的座谈会 那现场来了将近400位的民众 那侯富提了他很多未来对新北市的期许 现场不仅开放民众直接对谈之外 蔡淑军议员也直接向侯友宜请托 尤其机节票价迟迟不降 让民众使用率降低反而辜负了交通建设的美意 那现场我们也提到一个淘军票价的部分 那侯富表示只要我们全力支持他 他为我们的乡亲选民谋福祉是他该做的 也是他的责任 那现场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也为侯富献上了一首爱拼在牙 由于议员及立长们也要争取连任 因此侯友宜也赠送包子 纵子预祝各候选人包仲顺利连任 另外侯友宜也从现居领口的前 驻外大师手中接过动算赠礼 潘仑波的豪彩头获得市长提名 直指新北市 记者胡雨萱领口采访报道